那时候 耶稣对门徒说 经上曾这样记载 墨西亚必须受苦 第三天要从死者中复活 并且必须从耶路撒冷开始 因他的名 向万邦宣讲悔改 以得罪之赦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宪政人 看 我要把我父所恩许的 钱发到你们身上 至于你们 你们应当留在这城中 直到佩戴上自高天而来的能力 耶稣领他们出去 直到伯达尼附近 就举手降服了他们 正降服他们的时候 就离开他们 被提升天去了 他们叩拜了耶稣 皆大喜欢 返回耶路撒冷 常在圣殿里称谢天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